欢迎收看华视新闻杂志 2024年4月3号 花莲发生规模7.2强震 至今余震不断 这也是时隔25年 即1999年921大地震之后 台湾所发生规模最大的地震 花莲这起地震至今造成18人死亡 超过千人受伤 强震后第一时间 国内科学家们随即展开要查 透过GPS定位 发现花莲沿海地面台升高达45.1公分 甚至影响到船只进出港口 另外由中研院地科所与专家合作 全球首例跨断层光纤地震观测研究 这个被称为MIDAS比伦断层研究研究计划 也在这次地震当下 清楚捕捉到来自地底的震动讯号 究竟这起地震和哪一条断层有关 未来的地震观测 AI能够帮上忙吗 华市新闻杂志记者陈彦佐、卢松佑 跟着科学家一同前进花莲全程记录 带您一起揭开断层的秘密 地震如何发生 为什么会发生 这个是我们想要知道的事情 这应该是全世界第一个看到 这么清楚的断层带的讯号差异 我们可以知道说哪个断层的触动 它的规模可能多大 对当地的军机非常非常重要 最后基本上是要减少宅海 它游到这样啊 这是几次啊 哦哦哦哦哦哦 看了看了 往后往往往往 走走走走 哦哦哦哦 啊啊啊 这个红包头白衣啊 哇 泰鲁閣 太棒了 7點58分 在花蓮縣政府南南東方25公里的海域 發生一個規模7.2 深度15.5公里的遺震 在這裡是不是 2樓是你房子 現在變1樓 1樓幫他撐一下 那這次主持人基本上發生在 菲律賓海板塊這個邊界上面 那一般來講 在板塊邊界的斷層面的活動 它基本上就相當比較大 這基本上就控制了我的規模的大小 那這個活動也可以說是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規模地震的發生 0403花蓮牆鎮震撼全台 被稱為透視地震的科學家 中研院地科所研究員馬國鳳 正和研究團隊趕往花蓮 試著揭開斷層的秘密 大家都知道地震是沒有辦法預測的 我們大概有幾個科學問題 我們想要去探究 首先是有沒有前兆 2020年由地質學家 地球物理以及機械工程等專家 跨領域合作的研究團隊 在花蓮親心談判 啟動MIDAS花蓮米門斷層科學專探計畫 穿越斷層開鑿三口深井 將外層包覆金屬的光纖網路 深入地底700公尺 不同於傳統地震儀 只能以點紀錄地震波動 光纖則是貫穿大地全面掌握 斷層脈動 以光纖跨越斷層觀測地震 這項研究創下全球首帝 2022年11月 華視新聞雜誌記錄下MIDAS團隊 成功將觀測儀器安裝就緒的歷史時刻 如今研究人員加快腳步 努力解開科學謎題 這個位於緊逼的觀測站 是MIDAS計畫的重要核心 眼前的IDAS光纖地震儀紀錄器 成功捕捉到地震當下 光纖每段節點的震動訊號 令科學家們為之振奮 超激動的 比我剛剛看那個圖還要激動 是不是太沒力了 OK 我要解釋一下 這個是時間嘛 所以就是地震那一天是7點58分 那可能50幾秒的時候 這個是我們時間是一直記的嘛 顏色開始變深就是代表我的地已經在動了 訊號是從最深的700公尺的地方 往上走 這是地表 然後你看到這個顏色這邊 一個很紅的跟 跟綠的對稱的地方 顏色訊號變得非常非常強烈 那個是斷層帶 所以我剛才會覺得好激動喔 我直接就看到斷層帶案 一段段波形顯示地震起始時間及歷時變化 MIRAS團隊不只在斷層 東西兩側垂直埋射光纖 更沿著七星潭水平鋪設近2.5公里的光纖 三條線路連接起來將斷層完整包覆 不放過任何地震訊號 這個剛剛一開始的訊號在這邊 很紅就是我訊號完全滿格的就很紅 到後面這邊就變成一個固定的紙 就是我這個區域有固定的被拉高了 大概就我剛剛提到的 大概50公分或是30公分 這是我剛剛覺得為什麼這麼激動的原因 這應該是全世界第一個看到這麼清楚的 斷層帶的訊號差異 如果要看一個地震前照的話 那這個觀測站應該是最有機會的 那問題是你現在如果問我說我們有沒有看到呢 我還沒辦法回答 因為我要回去的資料慢慢去分析 以我個人的研究角度來看這件事情是 只有台灣在靠近斷層帶 又在這麼多地震的一些發生情形 我們可以對世界上這方面的科學理解 做最重要的貢獻 除了掌握地震脈動 研究人員更努力嘗試 透過科學實證找出大震來臨前 可能的蛛絲馬跡 這也是我們國內第一次的一個嘗試 就是把光鮮來量溫度跟震動 然後我們把它用在這個米輪這個斷層景這裡 這個是熱池 它的溫度大概是五十幾度 光鮮就在這水池裡面 然後還有搭配一個傳統的白晶溫度計 然後去做檢驗 你可以摸摸看這個池非常的燙 五十幾度 比那個泡溫泉還熱 林青人是中研院地科所研究副技師 具有機械工程背景 研究專長為地震儀器 它將光鮮網路每20公分設置一個節點 透過不同深度的溫度變化 推算地震能量 這邊是貨櫃屋內的溫度 就是我們現在的位置 對 現在我們所在的這個機櫃的這個機房的溫度 然後最後光鮮它下到700公尺的米輪頸A 然後這邊會有個溫度梯度 我們在當初規劃的時候也想知道說 在斷層錯動的過程中會產生多熱的溫度 然後還有這個溫度它經過了多少時間 它會殘留在岩石裡面 光鮮這提供一個好的機會 科學家研究發現 米輪斷層平均每70年就會錯動一次 是世界上數一數二活躍的斷層之一 中央大學地科系教授郭立維 是實驗岩石物理學的專家 他正透過米輪斷層岩芯翻探結果 分析斷層活動特徵 那這個是從490公尺上來的岩芯 然後有白白的東西在裡面 那些是碳酸岩的東西 大顆小顆的這個慘狀 亂七八糟 沒有規律於這件事情 我們就叫做這個產商叫利岩 米輪的利岩 但是我們鑽到了這個 530公尺之後 這些顆粒變得超級細的 你看不出很多地方 你看不出顆粒的 你可以看到一些層狀的分布 例如白色黑色 白色黑色白色黑色 他在告訴你這些樣品 事實上是經過剪切 斷層作用剪切 然後讓它有這些排列造成的 如果我們去分析這些石頭 我們大概可以提供一些資訊 是這個地震如何發生 或是為什麼會發生 這個是我們想要知道的事情 4月3日花蓮地震發生後第一時間 東華大學教授嚴君毅 隨即在花蓮市區展開調查 試圖尋找斷層破裂跡象 這邊是在斷層帶上 那這一個沿線包含這一個路口 在過去菜市場的路口 在2018的時候都有破裂 那本來就是想說 這次地震會有破嘛 看是不是米輪斷層破 4月3號的時候 騎摩托車經過 其實都沒有看到破裂 2018年、2022年及2024年 花蓮鄰居發生規模6以上強震 人們從一次次災害中學教訓 將斷層帶上了建築結構補牆 但是過去災情嚴重的地區 這次地震卻找不到斷層活動痕跡 花蓮是否還有其他運震構造 未來會造成多大的傷害 是學者想要解開的科學謎題 以往可能有破裂 那它破裂的位置在哪裡 每一次破多少 這個我們如果都知道的時候 我們可以慢慢慢慢去約制說 它每次破 可能規模會在哪裡 然後有可能多久會破一次 但是我們不曉得別的斷層 以前會影響花蓮市區到這個樣子 那這個狀況就很糟糕了 花蓮的那個安全系數 你要重新想過這些事情 遺體就定位 測量開始 當地震活動發生 沿盤受擠壓 地表就可能因此產生變形 透過GPS測量 從點線面為斷層活動提供關鍵訊息 這個其實算是相對來講 比較低階的測量遺跡 我們把它叫做RTK GPS 它的精密度 這個數字是公尺 那這精密度是這樣 那座標可以弄出來 那我們最後就可以放在地圖上 跟本來的這些數字去做比較 強震後國土測匯中心發現 花蓮地區地表垂直抬升量 最高達到45.1公分 水平位移則是22.2公分 這些變化透露哪些訊息 引發研究人員好奇 現在要去花蓮漁港 今年年初日本的大地震 那南登半島那邊有整個漁港乾掉 因為他們那邊抬了1公尺左右 因為想到這件事情 所以就特別去想去看 那後來就真的去看以後發現說 好像有那個跡象 零四零三大地震發生了之後 科學家們隨即在花蓮地區展開了科學調查 想要尋找斷層活動的蛛絲馬跡 非見苦心還是變巡不著 最後是在花蓮港邊發現了明確證據 先讓你們看一下 這個 這是花蓮未來30天潮信義報表 這個是4月19就今天 滿潮是3點58 那現在是3點半 3點58 還差20分鐘滿潮 所以現在已經快滿潮了 這些鵝啊 它一定活在所謂的平均高潮線 不是最大的高潮 平均高潮線以下 平均高潮線你看一看 它大概就是在這邊 所以 理論上之前還水面 可能就是在這附近 那所以它就 現在就是離開這個高潮線 差不多就差了30幾公分 離開水面的蚵仔上方 甚至出現殘破的成年蚵殼 生物活動範圍變化也間接證實 過去花蓮地表可能不只一次抬升 地表隆起直接造成花蓮港最低水位持續下探 影響經常進出港口 驚遜人的日常作息 那最主要就是說它現在抬起來 那個港 離港讓它設計比較淺 那現在最低潮的時候 摳流底的時候 像那個大一點 像我們的有時候就會觸焦了 那現在傘是傘的掉的嗎 現在他們那個商船 好幾個碼頭就不能停了啊 不敢停了啊 平時遊客絡意不絕 出海賞金的碼頭 上下船的位置已經出現明顯落差 很明顯喔 就那天地震完之後 我們到了現場來看 這一條 沿著這一條的縫線 整個全部是裂開 然後這個是其實很明顯 而且感覺它現在有點高低落船 對 這邊是賞金的登船處 那現在地面上隆起 我們都覺得 因為隆起之後 這裡很明顯的 這裡的位置跟登船的地點 其實就相對的落差 那怎麼去證明這個整個的隆起 就是看旁邊的寒洞 以前像那種有水煙埋的 就是那些貝殼的地點 對 那現在整個地上隆起了之後 你都會看到這些貝殼 其實都是裸露在外頭的 對 現在這個 最下面這個階梯 對過去的位置大概就是 已經快到船的二樓了 嗯 引發這起地震的板塊構造 究竟為何如此神秘 有具有哪些特性 台大立直系教授郭神浩 和國內研究團隊合作 透過AI技術來解密 其實我們做了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就重新再去檢視那些地震波 然後去重新定它的位置 每一個地震 我是可能要用好幾個側站 去先定出這個地震 那假設我有三四五顆 它基本上如果沿著破裂面的話 它基本上會 有點像線型排列 就點連成線 那線可以倒變成連成面 我就知道這個破裂面 大概是什麼樣的情況 2018年國內科學家透過大數據整合 訓練AI系統深度學習 分析來自中營院及國鎮中心的地震資訊 這次學者運用0403地震後 超過3000筆餘震資料 成功推估出震源附近的低質構造及特徵 其實你可以從地震分佈的特性來看 像這個剖面 這是平面地震分佈 然後這是垂直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比較像東琴的面 然後其實可以看到 它基本上這個有一個 類像打到一個bonder 一個線型這個地方 就等於是卡到這個 好像就是一個面 它其實過不去了 所以這個基本上可以畫到 大概是一個斷層面的一個位置 儘管AI運算結果 還必須經過學術界檢驗 但人工智慧首度正式應用於地震觀測 被視為重要里程碑 你要先經過人為跳過的數以萬計 真的叫數以萬計的PBOX波 然後告訴這個machine說 這個是PBOX波 然後它可能是 在不同地震發生的時候的樣子 那你當這個訓練集訓練好之後 放在那個資料庫裡面 下次地震來 它很快就可以知道說 我就知道說這個就是一個地震 就放出來 過去學者在野外布設地震儀 搜集資料再進行人工分析 至少得花上半年才能得知結果 如今AI一天就能完成所有工作 開創地震研究更多未知可能 只要資訊夠多 我們可以告訴說 這個是正斷層 利斷層 華為斷層 然後下一步 我們可以用這些資料去做 我叫正波速度構造 就是它到底下面長得 有點像是那個 我們在電腦突然掃描 到最後搞不好可以做到 這一項勢力的建設 當然最後基本上是要 能夠減少災害 比如說我們可以知道說 哪個斷層的戳洞 它的規模可能多大 那這個基本上就是 對我們防止的 強制耐震度 基本上這是直接相關 天災地變 威脅人命 每次大陣都帶給科學家們 持續前進的研究動力 解讀斷層密碼 是減少災害的第一步 正式地震潛藏的風險 是全民必須學習的生存課題 歡迎回到華視新聞雜誌 提到眷村除了紅色大門 和抗戰標語 您還會想到什麼樣的場景呢 位在南台灣日治時期的軍官宿舍 也是孫力仁將軍曾經住過的 屏東勝利新村 至今原保留著日式木造建築的風格 形成獨特的眷村景觀 然而隨著時間流逝 房舍老舊 原有居民紛紛遷出 直到2018年 原有建築被改造成勝利新村 創意生活園區 如今成為屏東地區 發展文創產業和歷史教育的重要據點 老舊重區如何被活化 肩負傳承歷史記憶的任務 今天的眷村進行式系列報導 要帶您前進南台灣 深入了解勝利新村的故事 所以來這邊還是一個處境深情 做了差不多70年 給他一些家鄉的認同 讓他們守護自己的地方 我喜歡老物件 我喜歡這邊的老樹 你不用甘點來 可以親近逛一逛 眷村這件事情 應該是它的味道 人的味道 或者說整個村子裡面的一個氛圍 早期的眷村裡面 家庭裡面的每個眷戶 大部分都是紅色大門 最漂亮 紅色討喜嘛 尤其是外甥人 非常喜歡紅色的 那台語又怎麼解釋呢 紅色大門嘛 六十五歲的朱義成 走在從小生活的眷村 一磚一瓦都有說不完的故事 童年回憶布滿每個角落 這個寫個無望在舉 老伯伯坐到門口 顧香腸 那這個小屁孩呢 來偷香腸 這個就是我們小時候的風榜 我們小時候就是幹這種事情 我們小時候就是上面這一支 對對對對對 已經類似這樣子啦 這一間以前是一個姓錢的將軍住的 我被他大女兒教過 那時候我讀國中 他是我的歷史老師 他上課完全不帶課本的 到現在 記憶都很清晰 很清晰 我連去考導遊徵兆的話 我歷史都沒什麼讀 都有考到導遊領隊 這片眷村建物的歷史 得從日治時期說起 1927年 日本陸軍飛行隊在屏東機場駐紮 陸續興建了大量日式宿舍 他這個所顯示的就是我們現在所謂的 日式房子的大黑瓦 大黑瓦的造型 二次大戰後 孫力仁將軍帶著一群高階將領入住這裡 命名為勝利新村 當初孫力仁把部署帶來之後 第一批進駐的 要上校以上的軍接的 最少你要上校才住得進來 不然你是不進來的 從日治時期到國軍進駐 同時存在的日式墓屋和台式鴻門 彷彿見證這段歷史 以前他們可能是用木門或什麼的 那就不一樣了 這個是國軍來台之後 他們住在這邊的人家 他們所裝飾的鐵門 因為我們那個年代 小孩子特別多 我們在玩在一起 歡樂在一起 打彈珠 釣青蛙 蛙 泥丘 所以說兒童的記憶是蠻值得回憶的 所以以前住在一起 鄰居之間的關係是非常非常緊密的 非常好 因為眷村嘛 來自於大江南北 1996年 眷村改建計畫啟動 隨著居民陸續遷出 這個地方失去昔日風采 變成一座陰暗的空城 我是屏東人 學生時期 我對這裡的印象就是比較 灰暗的 不會去特別注意往裡面去看 但是你經過你都會看很多草 然後鐵皮圍起來這樣子 2018年 聖利新村和林靜的重人 德勝新村 被整合規劃成聖利新村創意生活園區 開始有了新的面貌 聖利新村全盛時期曾經住了60位以上的將領 當時又有江君村這個響亮的名號 老舊建築如今改造成文創園區 取名為聖利新村 除了紀念那一段 駐滿星級上將的光榮歲月 更期待在此培養文創的明日之心 很多眷村媽媽都喜歡在自己的家門前種果樹 所以你會發現你看像這個 有沒有看到有沒有垂涎 有沒有看到那個會不會 對對你有沒有開始在吞口水 因為這就是筍仔青啊 就是土芒果 大概四月五月的時候 你在筍仔青練完筍仔青 我們還有打芒果的活動 名作家張曉峰也曾住在村子裡 現在他的老家世間獨立書店 他也很懷戀我們屏東 他在屏東這段時間 我來做一些學術的研究討論 會開一些什麼課程 園區外圍的兩座移構公園 透過保留建築結構 延續原眷戶對家的記憶 這是我們原來的舊家 從這個牆一直到這一小塊 一家五口就擠在這邊 住了他們七十年 所以來這邊還是一個觸景深情的 這個叫什麼綠漆的 綠藍色這個白的 那我剛好以前都拍很多相片 那剛剛有這個位置 是 那這個有位置就是小的 很有感情 我們雖然是搬到那個國子 但我們還是偶爾會過來走一下 房子原來的面貌還在 最起碼還認得到以前的家人這裡 夜幕低垂 移構公園內亮起微光 彷彿重現當年眷村的萬家燈火 過去官兵在眷村落地神根 如今這裡還有展現 旺盛神明力的笑聲 你今天萬眾矚目咧 拍拍手好棒喔 我們要先的這個抓州祝福儀式來祝福 我覺得它需要一個有文化的地方 去做一個這樣文化的一件事情 進來到眷村 我希望我們有一些東西是符合 眷村它的風格的 所以我們的虎衣虎帽虎鞋 它的布紋是銀彩紋 除了它座落在這個眷村以外 那其實它的一些 本身內部我們拍攝的一些場景 其實是比較有以前的那個味道 抓州之後給小朋友穿的衣服 我們設計了兩款 一款是和服 一款是我們針對孫力仁將軍身上 那一套衣服 打造成一個 周歲小朋友穿的衣服 巷弄裡的每一家店 都用自己的風格 闡述過往光陰的故事 哇 這個很古怪耶 你看下來 欸 大小 好特別喔 老味道啟發新創意 懷舊的眷村點心 紅骨粿和饅頭 搖身一變 成為皮革工藝亮點 進入到這邊之後 我做一些比較有 文化性的一些東西 比如說紅骨粿啊 蒸籠 以前其實小時候會看到 老伯伯他們在叫賣就是 包子或饅頭 就騎著三輪車就是會 後面一個蒸籠 然後裡面就是包子 後續我們把它設計成一個 就是可以放零錢 可以放耳機的一個 一個文創 可以放那個平安服 平安服 我要送這個 我們剛好有國外的朋友來台灣 我們想要找一個很特別 讓他印象很深刻的禮物 那個鄉下阿嬤都會蒸這個 看到這個我就想 會想到小時候 而且我覺得這個真的很有特徵 整個都平安起來 可以 翻轉歷史聚落 文創產業在這裡滋養茁壯 我做這個行業已經做21年 然後炒創的時候是在路邊攤 把一個小小的攤位 做了幾年之後我們成立工作室 覺得這一個文創園區是給 就是我們這些做文創 非常好的一個點 一個平台 這個整個氛圍是我非常喜歡的 就是我喜歡老物件 我喜歡這邊的老樹 希望說這個地方把它打造成是一個 大家 屏東人 就是可能想要創業 就業 築夢 圓夢的地方 所以我們現在目前整個 聖利新村有95%的店家 是屏東人喔 是屏東縣級的人 深入聖利新村的另一種方式 是穿上具有歷史意義的服裝 親身體驗時光流轉 好來幫我看這邊 對 很好 聖利新村它是全台灣最大的日式宿舍 那搭配這些有日式氛圍的歷史啊 了解這些穿搭的方式跟傳統意涵 讓旅遊不再是走馬看畫 細心呵護古蹟的紋理 他們也想保存眷村的原汁原味 門啊 窗啊 玻璃啊 這些全部都是歷史古蹟 甚至呢 顏色呢 都不能修改 譬如說呢 二黃色就二黃色 裡面綠色就綠色 完全不能由我們來做任何變更 剛開始的這樣的一個規定 嚴格的規定呢 其實它不能釘 也不能修改 顏色 其實很頭痛 講實在的 帥哥來 裡面鎮點來 可以親近逛一逛 保留建築也有樣貌 透過掛畫 布聯 營造復古電影院氛圍 期待再創捲成新氣象 因為我的電比較特別 就是它是綠色的 我就把它配置成像 電影院的感覺 我以前的電影那個啊 框框都是綠色啊 是我剛剛好 就可以讓遊客來紀念 來聖利新春 有來到聖利新春的感覺 古蹟蟲獲新生 也是下一代接近歷史的捷徑 眷村文化 對我們聖利國小的孩子 是非常有價值 因為聖利國小就在聖利新春的旁邊 其實當時很多眷村的孩子 也會讀聖利國小 所以它是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歷史的連結 詹力族過去擔任校長期間 多次帶著孩子走出教室 深入園區跨越時空長廊 走進爺爺奶奶曾經生活的場景 因為是我們課程 講到一些有關於歷史的 然後老師是想說 帶我們來介紹歷史故事 這裡的一些房屋 可能都市那邊都看不到 所以我第一次過來的時候 就會覺得其實蠻驚艷的吧 對於現在的孩子 我們給他新的東西很必須 但是我們還是要給他一些文化保存 對自己家鄉的認同 然後讓他們守護自己的地方 我們希望每一個孩子不是失根 改頭換面後的聖利新村 為觀光產業注入活水 以前想像中眷村是覺得 可能有點比較破舊啊 或者是比較牢牢鼓鼓的這樣子 那這邊雖然也是有那種氣氛在 但是是有規劃過 蠻乾淨然後很漂亮這樣子 早期遊客中北部下來 屏東就是第一站就是到墾丁 現在的遊客進來都會覺得說 屏東怎麼改變這麼多 這是我最常聽到就是遊客 遊客講的時候 我完全不知道屏東市 會有這樣的一個景點 我們大概來第十次了 來這邊就有古早味啊 濃濃人情味 就像眷村住戶間的情感 永不退散 所謂眷村這件事情 應該是它的味道 味道 比如說人的味道 或者說整個村子裡面的一個氛圍 那當年的那個眷村 不就是如此嗎 歷史建築 我們把它復舊如舊 其實我們並沒有改變它任何的東西 只是進來住的人 不一樣的 詮釋的風格不一樣 就好像有一些歌曲 不同人翻唱就不同的味道 這個聖利新村也是一樣的 走過動盪的漂泊歲月 聖利新村活化歷史記憶 以創生為名保留大時代曲調 譜寫崭新樂章 歡迎回到華視新聞雜誌 在過去想要看電影 每一個影視廳都需要一個放映師才能運作 2010年電影播映數位化之後 許多電影放映師紛紛面臨失業或轉行 而這些曾經終日在微光中的暗示工作者 如何將過去的美好再次呈現呢 透過三位自身放映師的人生故事 我們要帶您了解台灣早期電影工作者的辛勞 同時透過鏡頭帶您回味 以老舊機器播放影片的人情溫度 台灣電影產業曾走過的足跡與精彩回顧 一起來看 早期我們當學徒的時候好像是歐趣 我們在扛著那個超幾百公斤的機器把它組裝起來 火爐點連影 一部電影不管好或壞 一定要走進電影院才有那種觀感 我們的工作就是 將導演所想要呈現的八幻月 我現在以前錄自身 現在就是很老了 就看到大家很開心 放了四十幾年 你可能要左右放 你不用繩 放左邊放右邊給我 就可以消掉了 對 這邊就對了 曾經獲得2020年 台北電影節卓越貢獻獎的江泰吞 是資深放映師 十八年小學五年級 就上來台北接觸腳捲 抱著意高片拿影片 後來就陸陸續續就開始 退伍就開始做四片 剪接四片 就一直在模仿影集 後來就接影展 我們現在是在上片 循環片盤 把片上到循環片盤上面 想說有一點 就是有一點 有一點笨的做法 可是現在沒辦法 我們沒有那個倒片機 放映師楊宗明 是江泰吞的好朋友 他們兩人經常一起合作 討論的話題都離不開電影 當學徒的時期就是 南部大家樂很風行 然後就是廟會電影 有時候一播就是一整個月這樣 還不只在都市裡面放電影 有時候還要去那個 亂張崗蒙阿波 2010年以前的電影 藉著機器燈箱發出的光束 透過鏡頭 將膠卷上的影像放大 投射在螢幕上的那一刻 影視廳饗宴正式開始 一般都是那種廟會的小放映機 碳棒機啊 小停的放映機去晃 我是扛著大的機器 因為亮度比較亮 很辛苦 我那時候我弟弟啦 我太太 弟弟啊 都是我團隊裡面的 他們都很辛苦 我們就扛著那個 超幾百公斤的機器 把它組裝起來 就50公斤 60公斤 80公斤 100公斤把它組合起來 把它組合起來 去播露天電影 網場搭棚架 廟口放板凳 戶外看戲的文子電影院 總是有滿滿的古早味 我們早期戶外電影的機器 我們用現在的車子來比例 就是手排車跟現在的自排車 甚至現在的自動車 早期我們當學徒的時候 就是好像是歐秋 就是機械 機械 機器齒輪在跑這樣子 就算是 如今載具從膠卷進化為檔案 新科技成為時代趨勢 放映師對電影的熱情 絲毫不見 這個是音響的部分 今天簡單就只有說立體聲音 立體音效而已左右聲道而已 以前的聲音都還是一樣 電影電影都是一樣的 師傅機現在已經進步到 現在四位幻影已經進步到第四代 所以都很心都用一個板子 就解決掉了 這天電影院的舞台 拉到基隆島邊 文化中心外牆成了播放螢幕 部外放映有諸多變數 時時刻刻考驗師傅 現在這個牆面大概45公尺 基隆瓦局這個牆面45公尺 放映基里大概100公尺左右 膠卷都可以偷很遠 只要它亮度夠 可是膠卷它經過膠卷的那個阻隔 那個膠卷還是怕熱 太熱了膠卷會萌掉 剛好可以來試試我的新軟體 現在膠卷都是一個人要在那邊顧著 每個廳都要一個人 一台機器都要一個人顧著 現在數位幻影機是可以省很多的人工的 所以很多幻影師都沒工作了 天色逐漸變暗 夜幕低垂的同時 部外電影正式開演 換我的東西 我就 我會叫詹姆師教訓你 對 我會這麼做 浩克先生 浩克先生 跟我說話 你很好嗎 是這個圈子變得太快 都不見了 就美國七十年開始了 因為我那個風中戲院 就是四十一年開的 剛才是我的年紀 在成功路25號也是我關的 我手上關門的 還有熱舞台 你台中就知道熱舞台 終生戲院 那三個戲院都我手上關 這個圈子變得太快 因為要數位化 我也很反對 還沒想到數位化 後來發現 真的還才這樣對 當膠卷走入歷史 電影院早年使用的放映機 如今只能在博物館 發現他們的蹤跡 我看來做一個電影的教學 科長以前沒有做電影的教學空間 我都表演這兩台 開始去學一年 這兩台 所有我都會 問來的觀眾 不管誰 什麼叫電影 打大飛出來 我說電影就是有電才有影 叫做電影 就給他們看 這個就開給他們看 電開了 有電才有影 又會冒煙 會冒煙的電影 黃秉熙 是台灣電影院的傳奇人物 從放映師到影城老闆 他經營過的戲院 前後超過30家 正精彩都斷掉了 我們也 你也精彩 你在先擠都看不到 放映師也先擠說 怎麼繼續再播放 這種味道不簡單 所以看電影的觀眾 還是希望四位化 比較沒有出疲漏的問題 他能坐在那裡 從頭看到完 膠卷的東西 還是能保留 就是一個文化的推廣而已 歷經膠卷 碳棒播放的年代 電影在數位化的現代 還是能夠透過一些經典海報 找到台灣電影 過去留下的歷史痕跡 這邊好像一整排 全部都是海報 大概都是民國幾年的海報 這個四五十年的 還有就近的都有 有民國七十幾年的 有有 這個應該都不止的 六十幾 五十幾年的 其實民國六十幾年 那時候還厭診片 都是一個吸煙放映而已 那時候還沒有 腦筋動到跑片 為什麼會跑片 那時候還比較反映 但是那時候是用碳棒播的對不對 那時候都碳棒 這個高低 如果光線播放的話 就是高低問題 現在電關掉了 它一接觸會產生火花 碳棒進步到那個數位 我是一個很大的反抗 其實我們像我們這個比較二輪片的 比較廉價的電影院 大家都有一種 不能接受 但不能接受 後來我想一想到 你不再投資那一筆 你就結束你的行業了 因為畢竟它都一直四位化了 焦點都沒有了 數位化已不可逆 資深電影人選擇正面對決 以前還沒有數位化的時候 其實你比較幸福對不對 他還要去追騙 那辛苦的快樂啊 辛苦的那個快樂的工作啊 那種味道不一樣啊 那人生過得很充裕啦 他的工作與生活 都離不開電影 那些風華歲月累積的故事 每個篇章都萬分精彩 我一直經營電影院 一直做公益 給更多人進來看電影 我是西樓的嗎 西樓戲院 那樓梯大地毯 看得 回味起來 我真的是 感覺我如果那個戲院村還在 自己當老闆 還有滿光榮的 就是有這個心啊 才花幾筆幾次的精神 去把它改造 這麼比較精緻一點的文化走廊 從年輕到現在 他生命裡頭 盡視被電影填充 成為滿滿的回憶 這就是這樣來的 影片的前面有一些前導片 我們現在做一個影片的倒帶 因為影片它 播放完之後一定要倒帶 就像以前的卡夾一樣 他們總是在距離螢幕最遠的地方 一手掌握空間氛圍 以及觀眾情緒起落的主導權 前面有一些前導片 就是有一些讀碼 像這裡就是 10 9 8 7 這前導片 7代表是 我們機械在運轉 大致上從靜止到可以播放 大致上要7秒鐘 先點亮 先燈 燈源有了 才能投影出去 我們啟動馬達之後 大致上莫數7秒鐘 它會開閘門 6 5 4 3 2 1 開閘它就出去了 35厘米膠卷放映機 碳金棒放映機 老舊機器能透過活動體驗 再次亮相 由自身工作者 帶領大家穿越時空 回到電影膠卷放映的那些年 然後我們現在要點燃 它的碳金的一個光源 也就是最傳統的碳金棒的膠卷機 那所謂碳金棒它就是 它的原理就有一點像 電焊 碰觸在一起的時候 它會產生一個火化 就是我們所謂 Carbon 它是一個耗材 它會越燒越融化掉 太近跟太遠 太遠就會慢慢的 它的色溫就會跑掉 然後慢慢就會熄火 老師傅的電影魂 生殖舊時代的回憶 放映師 看似是一個即將消失的行業 卻是他們引以為傲的頭銜 這個行業對我來說 我還滿 滿有感情放在裡面的 因為一生都是在這個裡面 我現在以前不自身 現在就是很老了 放了四十幾年了 一開始接銀展 你那麼年輕就可以接銀展 到現在已經開會 都是小朋友在開了 跟小朋友開會了 都是換年輕人 自己現在已經都 我現在已經拿老人卡了 今年拿到老人卡 這才是很值得驕傲的一個人嗎 沒有就是做工 就是幕後工作人員而已 現在形態都變了 觀眾都看手機 看那個電腦 其實電影 一部電影不管好或壞 一定要走進電影院 才有那種觀感 臨場感 一部影片不管是數位還是膠卷 它得來都是不一樣 製作出來的東西 我們的工作就是 將它還原 將導演所想要呈現的 把它還原 從膠卷到數位年代 擁有一身放映好本領的老師傅 帶著過去的記憶 昂首闊步奮力向前 持續轉動台灣電影文化 傳承的巨輪 歡迎回到華視新聞雜誌 今天的節目採訪團隊 帶您前進花蓮 跟著科學家透過儀器研究 找出地震的大自然訊號 走讀屏東順利新村 我們看見文川產業 正透過券稱活化 地方創生 開始有了新的發展角度 與風貌 另外也帶您親身感受了 電影產業 技術與文化的變遷 這些都是台灣土地上 正在經歷大自然的挑戰 與豐富言文故事 更多深度報導請持續鎖定 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林仙怡 我們再會 請請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也不要忘記收看華視新聞雜誌喔